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甚至能看到我军飞行员满脸的愤怒 这个故事本身没什么太多可说的 毕竟这里不靠谱的内容非常多 尤其是第一个版本 但当我回想故事发生的年代 思考故事真实性的时候 真的有一种细思极恐的感觉 我军第一款装备的中距空空导弹 是在90年代中期 随苏27一起买回来的半主动雷达制导的227 即便不考虑苏联的电子工业水平 其性能也比美军1991年就已经列装的 AIM-120落后整整一代了 而我军自行研制的PL-11 半主动雷达制导空空导弹 和能比肩AIM-120早期型号的PL-12 主动雷达制导空空导弹 装备部队的时间分别是2001年和2004年 随苏三菱、MKK一起买的277装备部队 也大概是这个时候 可以说在故事发生的年代 中国空军只能用远远落后时代的方式作战 导弹如此 飞机也没好到哪去 外形与苏联苏15型人操火箭 几乎别无二致的歼8-2 常年无法达到预想的能力 真正批量装备的歼8D型和H型 设计定型的时间已经是1996年和1999年了 而真正达到世界主流改进型三代机水平的歼8F 设计定型服役 更是各空军大国早期型号四代机 开始全面退役的2003年 可以说当年翱翔在中国领空的保护神 是很多人都不愿意相信的歼7 战斗机如此 轰炸机也是如此 红六丁反舰轰炸机 所能挂载的英机6反舰导弹的技术水平 只略好于二战后第一款投入实战的SSN2鸣和 甚至我军从那时才开始逐步具备 已经突破不了当年任何靠谱防空网的低空掠海飞行能力 驱赶美军装备了F14舰载机的航母打击群 这只能是一个故事啊 看到这些 相信各位小伙伴一定会和我一样 对当年保护祖国 让我们能安安稳稳生活的解放军 充满了无数敬意 更会对这些年 让解放军各型装备更新换代 迅速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中国军工人 有无上的敬意 细细想来 最近这几年 解放军留在我们脑海中的印象 和短短十几年前的印象 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好 让我们将目光重新集中在这个故事上 抛开各型装备和山形的设计 其实这个故事的基础框架 是解放军航空兵远海巡逻 但事实上 哪怕是第一岛链的南海 解放军也是直到2016年 才开始具备了常态化巡逻的能力 所以 接下来让咱们聊聊 远海训练和巡逻 到底需要具备哪些能力 其背后的意义 以及解放军的远洋作战能力 由于篇幅有限 大家可以加蒋校长微信了解 这里就不细说了 说起远海训练和巡逻 所需要具备的能力 先得说一下 这两种行动与作战的区别 其实 远程打击某个目标 或者进行侦查 技术难度并不大 飞机上的导航系统就可以胜针 比如 二战太平洋战场的历次海战 进行侦查 攻击的舰载航空兵 基本都是在陌生海域 靠地图和惯性导航飞行 虽然会出现中途岛 美军俯冲轰炸机 迷航找不到目标的情况 但并不会对作战产生根本性影响 而且除了贯岛 飞机还可以通过无线电定位进行导航 比如 日军偷袭珍珠港 就利用了当地电台的信号进行定位 但训练就不一样了 打仗可以接受一定的战损 但谁家训练能受得了经常的迷航呢 而且既然是训练 总是要总结问题 加以改进的 成天都是GPS信号被干扰的迷航应对 无线电信号被干扰的迷航应对 这能练出什么 而且解放军航空兵的远海训练 必然要穿越第一岛链 或其他不被我军实际控制的区域 也一定会遇到各种碰瓷的 没有强大空中情报获取 以及空域管理能力 出去就是被欺负 也基本啥都练不了啊 巡逻更是如此 除了需要比训练更强的空情管理和空域管理能力 还需要强大的机群保障能力 解放军公开视频里 一般都是多机种的混合编队 预警机 海上警戒机 电子战飞机 甚至加油机 就算不全跟着 也起码得有一种 这样算起来 哪怕派出去巡逻的是小编队 但机场上最少要有应对突发事件的编队 再加上维持不间断巡逻的飞机 所需的兵力 搞不好得一只能独立作战的混编航空兵旅 所以 现在解放军成天出门 搞远海训练 3月2日 还派出了被日本防务省统合幕僚监部 称为史上最大规模机群的编队穿越宫谷海峡 真的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解放军这些年的进步 可见一斑 至于其背后的意义 以及解放军的远洋作战能力 大家可以加蒋校长微信号进一步了解 我去检讨超时的错误了 请在微信上搜索每日点兵 关注我的微信号 原创不易啊 各位看官就是我的一时父母 打开微信 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 无论你有什么想说的 想问的 想吐槽的 想了解的 都可以与我交流 您的关注 就是我前进最大的动力 谢谢